香港也没有铐车混给我们学生 吗?无事的 没有铐车 opf,今天大陆看了一篇推文章 他们说的2019年都没有开车 是可以开车的 是的,很多人都这么说 是的,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平时在一些蓝丝都有 学者上是这样说的 不要提过学者 我跟嘴上街上和那些蓝丝 老友记忆在吹嘴 大家知道吗? 我要这么说 我昨天早几两三天去大驾 我提到自己车车换车 我坐在車上 聊聊天 他都跟我聊聊聊天 然後他講得很小聲很小聲 我不是小聲 你也去小聲 我不是小聲 其實我平時也不想講這些 然後他說 無緣無故我臨手的時候 叫我弄下槍 我說幹什麼 他說 不好意思 因為你知道 剛才有很多小男人在 我說 那你就不要跟我講這些 我不是一定要講這些 你不要見到我以為跟我講這些 我會很開心 馬上很容易切 你跟我講一下其他好過 然後我看一看他們所有的小男人 那些全部我在大埔有些茶餐廳都聊過 那些人是哪些人呢 是四五十歲 我不能夠說他不學無術 他真是很傻的 他真是完全不知道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他很簡單 犯法就不對 但是 你跟他說 別人那些什麼犯什麼法 他們就不會理會 他又不知道 厲害那些 那些人不通警察會這樣嗎 他還是在那個 在那個迷動裡面的 有空就打牌 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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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那些人說來幹什麼 誰做皇帝都一樣 他真是這麼說的 那你跟那些人有什麼好說呢 還跟他說是不是浪費自己氣 對